今天我向你们介绍如何开酒 过程很简单 只有一点点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开酒器 当然还有一个杯子 另一个杯子用来在正式乘上之前品酒 还有一块餐巾 我会向你们解释为什么 好了 我们开始 也许你们已经把酒从冰箱里拿出来了 如果你们在家有个冰酒桶的话 我们将上面的水珠擦净 将酒放在一个坚固的平面上 然后我们开酒 非常简单 如果可以的话 我喜欢尽可能地做一个非常利索的切口 在瓶口下面 这样我们可以不损害酒的整体的美感 然后我们擦一下 为什么要擦呢 很简单 因为有些陈年老酒 在瓶塞周围会有一些霉菌 不太好看 也有一些脏 我们把它们擦掉 这样倒酒的时候就会非常干净 好了 现在开始开酒 我们从瓶塞正中心拧住开酒器 当然 一个很好的开酒器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 很简单 我们继续凝动 当你感觉到 当然有些瓶塞很长 有些会短一些 这时你要握紧瓶塞 握紧这个部位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的话 你会将瓶塞弄断 最后 你将感到的瓶塞的冲力 我们可以闻一闻瓶塞 没有什么怪味 如果闻到强烈的瓶塞的味道 黴菌的味道 这说明酒的品质不太好 当然 还是要瓶酒 才能真正判断酒的好坏 我要先给自己倒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可以让我知道 酒的品质是否良好 是否被瓶塞掩盖了味道 是否被氧化 当然如果被氧化 通过色彩大概就可以辨别 而瓶塞的味道 一定要仔细去闻 这就是为什么 当我们在餐馆的时候 顾客点了一瓶酒 通常调酒师会先品尝一点 当然只有一点点 然后也会让顾客尝一下 为了让顾客体验一下酒的好坏 当然 如果酒的味道不好 调酒师是不会送出这瓶酒的 第二点是酒温 顾客不大可能控制酒温 所以需要调酒师来掌控 好了 现在我来倒酒 这并不难 在酒杯的三分之一处情下 也就是酒杯最宽住 可这可以让酒的香气 充分地弥散开 然后我们晃动酒杯 如果酒倒得过满的话 一方面影响美感 另一方面 很可能会遇上麻烦 最后 如果酒倒得过满 很可能只倒完两杯 就将酒倒完 好了 现在酒倒好了 可以呈现给我们的朋友们了 我们晃动酒杯 干杯